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這一節的開市錦囊 我們繼續請來我們的事務總監郭Sir 郭先生和大家跟進一下A股和港股的走勢 A股方面,中國公佈了一些數據 5月份的採購經理人指數是50.1 和4月份的數字持平高於市場預期的輕輕 昨天的互心量市的成交額維持到6300億元人民幣 其實在近期來說,都屬於高水平 郭Sir,對於未來A股的前景有怎樣看? 近期來說,市場的情緒有少許改善 尤其是市場有少許憧憬 包括A股有機會被納入MFCI指數的成分股 意味著一些追蹤MFCI指數的基金 會進一步增持A股 當然不知增持的過程當中,其實都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包括內地是T加1 即是今日買,明天是C要買 這也不是問題,對一些中線小小的基金來說 這個範圍就不是他們擔心的地方 但是股份一旦停牌 可能停幾個月 這可能會有少許擔心 因為基金不是怕市升或是怕市跌 你停了牌的話 市好,你沒得走,市跌你沒得套現 這是一個問題 再說 資金如果流入和流出,其實來說也有些障礙 包括流入的時間,不是說你要多少就去多少 相對來說 你要出的時間 只能夠是你內地的資產的20% 就不同香港,香港是 全數自出,全數自入 所以在這方面 對一些基金來說 或多或少都會令到他們 是要先想想的 不過優點就是 上證指數 由去年6月12日的5178點 跌到今年1月27日至2月29日的低位2638 整體來說已經跌了30% 即是說 相對來說已經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股值方面 老老實實 也不是特別便宜 像上海股份的市盈率 就不算特別高 但是深圳由於比較投機性的股份 動了都說五、六十倍、七、八十倍的市盈率 我相信基金的取貸是會比較保守的 現在這一刻 因為 6月份其實還有一個憧憬 加上還有深廣通不知何時行 但是市場已經有這個心理準備 是隨時會宣佈的 所以略帶 少少向上衝的感覺 上證指數不用說太遠 上個月13日曾經見過3,097點 這也是暫時一個上升的阻力 亦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阻力 因為去年由6月12日開始 第一個浪頂當然是5,178 第二個高位已經下移到7月24日 4,184 到第三個高位已經去到12月23日 3,6884 跟隨而再向下行 就是今年4月13日的3,097 我唸這數字已經顯示得到 A股是一級一級地向下行 當然下面有一個比較強的防守性的據點 就是剛才我提到的小箱底 2,638點 如果熟悉走勢的人 一看到 這四個高位 滑下來 這叫中期的下降軌 下面的防守性的支持 2,638點 一滑條環線過去 組成了一個大型的下降三角 其實技術上來說是偏淡的 說不明白 真的是偏淡 因為一旦跌穿了的話 將會整個走勢會逐沉底 幸好近日來說就算市況有少少反覆不明 上次去到2,780點已經不肯再落 藉著6月份的MSCI可能納入A股等等的因素 造就了一個短期的反彈 但這只是反彈 因為實際的環境氣候 我不覺得投資者會抱著太大的憧憬 包括早前權威人士說 A股內地的經濟 是會進一個L型 L型不是代表 那下滑下去長 橫那下短 相對來說 滑下去是比較短 但橫那下是比較長 意味著 在現在這個環境氣候之下 中央政策未必會推更多刺激 經濟的政策出來 相反來說 對一些產能過程 或者沒有什麼經濟效益的 企業 會進行一個整合 當然是講角形 包括煤炭、水泥 以至 鋼材 暫時來說都是產能過程 好了 這個整合要多長時間 我不相信是一兩個月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是以季度計算 甚至乎可能 要去到明年才能夠 初步完成 當然不知 期間來講 股市的波幅應該都不會太大 暫時我又不覺得它會大跌得去哪 不過你要延點一個中期的升浪 要出現很大幅度的上升的機會 似乎來講又不是那麼高 其一就是 好像美國香港來講 股市交頭超過七成以上來自機構性投資者 散戶只是佔兩三成 美國可能更加少 但內地剛剛相反 散戶在股市扮演的角色 其實已經超過80% 相反機構性投資者扮演的角色 比較少 即是說 你要港大的股民 重拾投資信心 其實絕對不可能 是一頭半個月能夠做得到的事情 即是說 未來一段時期 A股就算稍為做好也好 都只局限於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的格局 3097點當然是一個技術上重要的防守 助力位 但問題是 你要上破3097 你必定有一些進一步提震的消息 或者事件 甚至乎政策 才令投資者 願意再進一步去追 內地股市一向都是這樣 你一放的時間 升得很厲害 其實是去到失控 相反來說 一旦監控或者規範的時間 亦都跌到四腳朝天 一個升一個跌 其實中間製造了很多財富效益 亦都蒸發了很多財富 暫時來說 蒸發了財富 對經濟對內需 的的確造成一定的影響 不用多了 你只看看康師傅 你看看旺旺 你看看 賣女士用品的行安 包括賣鞋的百利 這一眾的內需股 過去都是天之嬌子 但這次你業績公佈出來 全部都沒有看頭 而且好像康師傅和百利 更加創了一年的慎帝 其他那兩者都接近一年的低位 顯示整個內需市場 是受到經濟的影響 正在逐步逐步走慢 有時候我也有些懷疑 國家要維持6.5%的增長 出口既然不會太過良麗 內需市場亦都受拖累 剩下只剩下固定投資 內房方面暫時來說 我相信 最大的政策 是會推動於 去庫存 尤其是 三四五線城市 庫存過多的問題 是需要以年計才能消化得到 剩下只剩下只靠基建 基建沒錯 中央政府仍然會要千億萬億投放 但不是一年之內半年之內會成事 一般基建是幾年 6.5%的經濟增長由哪裏來 第一季是6.7% 第二季是怎樣 第三季又如何 如果要維持6.5%穩定的經濟增長 不可能不投放政策 但投放政策 又好像背持L型的經濟走勢 所以最終我們要看 第二季以至第三季初 到底中央政府是怎樣行法 我們才知道 不過上半年度 似乎隱約感覺到 A股的走勢 的確是技術上已經斷定了下來 直到這一刻 我都不覺得會出現一個明顯的升潮 尤其是A股持續整固在2900點左右的水平 有少少上網的憧憬 因為上面的目標是3097點 但好了 到了這又如何 你是不是覺得A股會出現一個大升浪 我看這個機會比較微 6000多億的成交 沒錯 相對早前三四千億是多了 但跟去年 充高的 1萬5萬8 2萬多億是完全兩件事 況且 內地政府一直都去槓桿 去年就因為有場外的配置 100萬買1000萬貨 造就了龐大的購買力 現在這個也不會再出現 所以我不覺得 六七千億的成交金額 是會造就了一個升浪的開始 相對來說我只是覺得 是一個技術上的反復向好的形態 你可以定之為 浴市頂的格局 頂暫時來說我們放在3097點 底部是2638點 在2638點 去到3097點 這大概400多點的波幅 其實走來走去都是上落市 沒有特別的意思 只不過 靠近3000點 投資者總是 感覺偏好 反過來 你在2800點 留下 感覺上就好像有少少事底的形態 但都是這樣 一日未穿頂 或者未穿底的時間 老老實實 沒有甚麼驚喜 亦都不需要太恐慌 這次 多謝郭Sir詳盡的分析 跟郭Sir做回申報 剛才講過指數相關的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多謝你 休息一會 一會還有其他的植物環節 謝謝